林氏找人顶包一事 难道您不记得了吗 听说受害者叫姚良 和夏琳是旧时 夏琳你对此事知情吗 请问林总为什么突然出现红台 是林氏最近有什么大工作吗 没什么 就是陪木木过来的 请问两位准备什么时候举办婚礼呢 结婚的话 这些都顺其自然 我们现在很享受当下 林总 对林氏包庇杀人真凶一事 您做何解释 这 林氏找人顶包一事 难道您不记得了吗 听说受害者叫姚良 和夏琳是旧时 夏琳你对此事知情吗 各位记者 我希望你们不要 就不时的消息进行提问 否则林氏将追究 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走 不好意思 提问的时间已经结束了 请大家保持好秩序 谢谢 木木 你不要听他们下说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记者为什么会问到包庇凶手 我也不清楚 可能是有人要恶意抹黑领事吧 文力 刚才的报道全部押下来 不要让这种不实的谣言传播出去 还有 马上调查他们说的这件事情 到底是怎么回事 重点放在我们的竞争对手上 老板 这可能押不下来了 现在网上已经传开了 还有人说夫人 对手上 你不是怎么回事 你说是否 你不懂得 你不是什么 训练的 你不是别人 你不是不认能 你不是不认识的 明依舟 我们一起去见姚良吧 我想当面问问她妈妈 也许会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 你们是 阿姨 您好 我是姚良的同学 我叫夏琳 原来你就是那个 为了钱抛弃我儿子的狐狸精啊 阿姨 您误会了 我跟姚良从来没有交往过 你当然不想承认了 为了那个杀人凶手 零一招 区区一个旧爱算什么呀 这里不欢迎你 给我走 阿姨 阿姨 您不要这样 走 阿姨 您冷静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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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我们过来就是想要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然后替您解决问题呀 看到您和您儿子经历的这些 我们深表同情 可您不应该这样冤枉一个无辜的人 你谁呀 我就是零一招 你就是那个杀人凶手零一招 你还有脸到这儿来 我儿子怎么得罪你了 小梁是个好孩子 本来还有大好的前程 现在都给你们给毁了 都给毁了 你们给我滚 滚 给我滚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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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一定完了 滚 滚 滚 阿姨 您冷静一下 给我滚 滚 滚哪 别多想了 马上回家 我让雯丽调查清楚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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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总 现在网上传 你就是照顺的 你出现在医院是用你愧疚吧 请问您想用多少钱 你注意到家人的嘴 夏琳 有人说你为了占尽豪门 无底线 无相关 你们身为记者 难道不知道 散播未经证实和误导的消息 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吗 林总 麻烦你回答一下吧 林总 说一下你们观点吧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借过一下 不好意思 你还要走啊 快走啊 怎么样 报复的快感如何 这才刚刚开始 他应该为自己做出的事情 付出代价 你最好还是小心一点 毕竟灵异州不是一个 这么好对付的人 我自有分寸 不好意思 借过一下 不好意思 你怎么了 睦睦 林毅州 不是你对不对 我跟你保证 我没有撞过任何人 我也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的事情 对 你当时都不在那里 怎么可能会是你呢 而且我认识的林毅州 也不可能是这样的人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网上的舆论已经传开了 而且现在的情势 对你来说很不利 林毅州 我已经让文理去查了 很快就会有结果 嗯 那好 我先走了 我要去趟公司 我让司机送你 嗯 嗯 林毅州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谢谢你 睦睦 我走了 喂 喂 老林 怎么回事啊 没事 我已经让文理调查了 你放心吧 我有事 如果你需要帮忙 尽管告诉我 我在娱乐圈 还是有一些人可以帮忙的 好 行了 兄弟之间你讲什么谢谢 好了 我挂了啊 你真的没有和那个受害者交往过 我和他只是同学 毕业之后就再没有见过面 你 虽然 最近 这些回忆愈发强烈 他告诉我 要把那时候没有说出口的话告诉你 我 我喜欢你 抱歉 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吓到你了 如果可以 你能接受我做你的男朋友吗 你忽然 隐蔽 你让他们争入了 我没关系 我还不够了 你 谁 你 你 你 怎么 你 你 我不能离开他 更何况我们的关系 不是靠一纸合约就能定义的 是 我知道你对他有情 但是你千万不要 被情感冲昏头脑 他可以包庇犯人 说不定那件事情就是他做的 他的话不可信 这件事情还在调查中 我相信早晚会给出结果 还他一个清白 请相信我的判断好不好 好 你不听劝呢 我也没有办法 但是如果这件事情 影响了你的事业 你可千万别后悔啊 我知道 既然做了这个决定 我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好吧 明天的开播发布会 你跟预言对一下 那好 我现在去找他